萨卡斯基,代号赤犬,海军本部元帅,自然气颜将果实能力者 两年前,赤犬与亲自发生战斗,战胜亲自后,赤犬成为了新任元帅 然而自从赤犬当上元帅后,他的面子似乎就莫名其妙消失了 无论是自己的手下,还是自己的顶头上司,没有人会给赤犬面子 赤犬逐渐成为了无面果实能力者 那么赤犬的面子究竟是如何丢的?还有没有人会给他面子呢? 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关于赤犬面子的问题 赤犬初次登场是在顶上战争,当时赤犬与其他两位大将坐以待毙 等待着白胡子海贼团的来袭,三位大将中最为稳重的就是赤犬了 因为他是最后才出手的,顶上战争中,赤犬第一次出手的场面非常霸气 面对白胡子海贼团第三队队长钻石乔兹丢过来的兵块 赤犬用一招名为大喷火的招式轻易化解 看到赤犬出手后,海军士兵们的士气大增,他们都用崇拜的眼神看着赤犬 可以看出,赤犬当时还是很有面子的,他在海军中也算是一个闪亮的明星 而后斯库亚德与白胡子的黎剑记也是战国安排赤犬办的 可以看出,当时还是海军元帅的战国非常信任赤犬 他也会给赤犬一个面子,然而自从红发香克斯出现后 赤犬的面子就莫名其妙消失了,顶上战争最后阶段 海贼与海军两败俱伤,为了阻止战争继续进行 克比之身一人出现在赤犬面前 想要以自己微薄之力来阻止这场本该结束的战争 看到克比后,赤犬非常生气 他说海军不需要三观不振的士兵 之后赤犬准备就地处决克比 危急关头,红发香克斯及时出现 他成功救下了克比,之后还夸赞克比勇气可嘉 红发香克斯登场之后,他希望大家能够给他一个面子 停止这场无意义的战争 海贼们最终同意了香克斯的做法 给了他一个面子,之后身为海军元帅的战国也决定停止战争 给红发香克斯一个面子 他完全不给红发香克斯面子 自此以后,赤犬的面子就消失不见了 两年后,由着胡子抽着雪茄的赤犬再次登场 这时候他的身份已经是海军元帅了 欢职这么大,多多少少还是会受到大家尊敬的 然而事与愿违,身为海军元帅的赤犬处处碰壁 完全没有元帅的霸气和威严 德雷斯罗萨篇章中,得知多佛朗明跟撒谎词去其吴海一事后 赤犬感觉自己颜面尽失 之后他本人找到了吴老星 他以海军的颜面以及自己的面子往哪个为由赤稳吴老星 然而吴老星却说赤犬的面子算个什么东西 一句话对得赤犬牙口无言 之后赤犬本人只能默默教着雪茄 乖乖离开吴老星所在的办公室 之后得知藤虎在德雷斯罗萨事件下回仪式后 赤犬非常生气 想着藤虎还是自己的故乡 赤犬决定骂他几句 顺便发泄一下自己的怒气 然而藤虎完全不给赤犬面子 他在电话中与赤犬吵了起来 藤虎说与其怕丢面子 倒不如把你那尊贵的面子收起来 最终赤犬勃然大怒 他告知藤虎如果不把草猫路飞以及罗干掉 他休想回到任何一座海军基地 然而藤虎最终还是厚脸皮回来了 看到藤虎后 赤犬问海军士兵为什么要放藤虎进来 自己的命令不管用了吗 然而海军士兵没有人去理会他 赤犬的面子虽然挂不住 但是也没有其他任何办法 因为海军当中向着自己的人太少了 除了以上之邪人之外 连海军当中的小喽啰也不会给赤犬面子了 这一点可以从开会王的布兰诺开会仪式可以看出 为了让海军了解历史 前元帅战国为海军士兵们讲起来了神之谷所发生的事情 之后为了让大家复习一下四皇赏金 开会王的布兰诺发表了慷慨吉昂的演讲 但台下海军正听的入迷之时 身为元帅的赤犬叼着雪茄走了进来 他想着自己的观众这么大 台下的海军肯定会用重拍的眼光看自己吧 然而事与愿违 这些海军看到赤犬后 原本镇定自若的他们立马变得咬牙屑齿 与当初看到赤犬出手之时的反应完全相反 看得出来 他们非常讨厌赤犬 同意上这些事情不难看出 赤犬的面子真的消失不见了 自从他不给面子王红发现克斯面子之后 他自己的面子就完全消失了 那么海军当中还有没有人会给赤犬面子 答案当然是有的 此人便是黄元 两年后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赤犬与黄元同框 两人相处得十分融洽 赤犬本人从来没有对黄元发过火 黄元本人比较懒散 赤犬本人则非常严厉 在海军元帅的办公室当中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黄元当着赤犬的面前指甲 并且还直呼赤犬本名 而不是称呼他为元帅 如果是别人的话 赤犬肯定会怒气冲天 以敬明狗叫他做人 但是看到黄元这般情况后 赤犬本人居然一点都不生气 反而对黄元疼爱有加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对比两人的生命卡后 赤犬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了 黄元和赤犬都来自北海 两人是老乡 并且参军的时间点也是同一年 两人都是32年前加入海军的 或许赤犬和黄元曾经是儿时的玩伴 由于赤犬本人比较痛恨海贼 之后他本人决定当一名海军 在赤犬的教唆下 南三的黄元决定跟随赤犬一起参军 最终赤犬当上了元帅 而后只想着能领工资的黄元 则继续当自己的海军大将 而后另外一位原海军大将亲自就不一样了 他是30年前加入海军的 他跟黄元以及赤犬只是非常普通的同事关系 怪不得顶上战争之时 赤犬与黄元都敲二郎腿 唯独亲自没有敲 赤犬当上元帅后 唯一没有对过他的人就是黄元了 一方面原因和黄元本人的性格有关 另外一方面原因则是这层老乡关系 德之国篇章中 得知四皇大妈与凯多合作后 黄元本人准备亲自前往和之国 他直呼赤犬名字 询问他自己是否应该过去查看一番 但却被赤犬无情拒绝 赤犬本人也直呼黄元本名 他说和之国有未知的兵力 你再等一等吧 原本冷血无情的赤犬居然不让黄元吃身饭血 可以看出 他对自己的这位老乡格外包容 若是没有自己的这位老乡的话 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给自己面子的人了 好了 本期的瞎扯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